干啥呀 是不是不眨眼呀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还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啊就是纯灵的 阿姨阿姨 真对不起 我这真不是故意的 还不是故意的 还导演 你觉得导演就完了吗 我这双鞋可是名牌 不计啊 你听到没听说过 你现在把他扫脏了 弄坏了 你能配在一起吗 好了 我也不跟你说那么多废话 我这房鞋啊 你就赔我五千块钱吧 什么五千 对 少一飞啊就不行 阿姨 你这什么鞋啊 要五千块钱 这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呀 给你这土老貌 说了你也不懂 我告诉你 今天你如果不过拿钱 你就别想走 阿姨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 故意为难我吗 我无理取闹 我为难你 我哪里为难你了 我哪里无理取闹了 阿姨 这也不是我撞的你啊 是你自己玩手机 低头没看见撞到的我 你怎么还讹上我了 哟 你这是小耍眼的皮不承认是吧 这刚才啊 明明就是你的错 你就算你这双鞋坏了 也和我没有关系 我也不会赔你一分钱的 不赔 不赔啊 这就是不行 我告诉你 今天你必须给我拿五千块钱 不拿出五千块钱 你不想走 这个钱啊 我是不会拿的 我看你啊 能把我怎么样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这个钱 你说你是拿还是不拿 这个钱啊 我是不会拿的 行 你不拿 我就是不走了 你不是在这上班吗 看我没两个 谁能喝我水 我呀 天天在这捣乱 我让你啊 工作不成 你 你就是个无赖 你说谁呢 你说谁无赖呢 我说的就是你 爷 你找到那 你找到那是吧 你 你怎么动手打人啊 你 呸 我就打你怎么着了 你这个人 真是无法无天啊 你 我无法无天 我今天就让你坚持坚持 什么叫无法无天 今天啊 我好好收拾收拾你 我让你弄脏我的血 弄脏我的衣服 我就 我就问你 这个钱 赔不赔 我知道你还说我 这个钱啊 我是不会赔的 你啊 就是个无赖 我看你啊 就是钱收拾 我 我打死 诶 石头 你看前面 那是不是在欺负人呀 好像是呀 走 咱们看看去 你说 赔不赔钱 赔不赔钱 我还打你 你这个人 怎么欺负黄远公呀 妈 儿子 咋是你 这 怎么是你啊 妈 你说说 你这是干什么呢 怎么又和别人 动起手来了 你别管了 我接你啊 非得好好收拾收拾的 哎呀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发生什么事啊 你又动那么大的火 是他 扫地不着眼 收到我的鞋和裤子了 他也不看看 我这身衣服 他能配戴起吗 就是个臭谎爱工 我让他赔钱 他不赔 他还骂我无赖 咋他赔不赔 这明明啊 是你自己低头玩手机 撞上来的 怎么能赖我呀 阿姨 就算他 不小心把你的裤子和鞋 弄脏了 你让他擦一下不就行了吗 干什么还赔钱呀 擦一下 擦也能管是吗 我这身衣服 一万多买的呢 我给他要五千块钱 多吗 什么 五千 阿姨 你也不想想 他的工资 一个月也没多少钱呀 你一下给他要五千 他也拿不出来呀 我管不了那么多 拿不来 他叫他家人送 石头 这你妈妈 她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说姑娘 你管什么现实 你算着急呀 妈 别说话 我告诉你 这装坏东西呀 赔钱 是全年第一的事 哎呀 妈 行了 你呀 少说两句吧 她呀 是圆圆 我女朋友 以前 我给你提起过的 你女朋友 儿子 你这觉得什么 你女朋友啊 怎么这胳膊中 黄外拐呀 哎呀 行了 行了 妈 你呀 就别说了 怎么 我说你两句 还不高兴呢 我告诉你 姑娘 你如果嫁给我儿子 也在你家 烧老高厢了 石头 这 哎呀 行了 妈 你呀 少说两句 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我告诉你 这是你别管 我告诉你 这颗钱啊 今天不拿出来 你就不想走 谁说都没用 阿姨 你可真是无理取闹啊 怎么 你替他说话 这颗钱 你替他说啊 哎呀 妈 你看看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闭嘴 好了 石头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你啊 竟然有这样一个母亲 这位大姐 不过是扫地 扫到了你妈妈的脚 她竟然张口要五千 这不是敲诈人吗 这幸好 我们呀 只是谈个恋爱 还没有结婚呢 这我要是嫁到你家 这日子 肯定也不好过吧 圆圆 你呀 别生气 你先啊 消消气 行了 还给他抵上瑕疵的 妈 行了 这样的姑娘 我没家也不去 我要不是让他 再咱家的美 以后啊 妈给你再找个好的 逼他 长得更漂亮的 行了 石头 你也别为难了 咱们俩的关系啊 到此为止 也好啊 让你妈顺心如意 圆圆 你妈 不就是想要钱吗 这个钱啊 我替这个大姐出 钱我会打给你的 你等着吧 大姐 我们走 圆圆 圆圆 妈 你说说 你这是干什么呀 她走 就让她走 这样的修复啊 咱们不要 生她以后啊 给我们添麻烦 妈 你说说 你闹够没有 之前 我谈的几个女朋友 你总是 对她们 挑三拣四 谁都入不了你的眼 你看看 我现在都三十岁了 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这好不容易 找到像圆圆这样的好姑娘 她好 她好什么呀 我告诉你 妈怎么做 都是为了你好 什么 为了我好 妈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好的话 以后就不要再插手我的事了 你知道吗 圆圆 她知书达理 温柔善良 不嫌弃我 不嫌弃咱们这个家 她自己靠着她自己的努力 在咱们市里 开了一家公司 什么 她有公司 妈 圆圆 她是个好姑娘 体贴 善良 你说说 像这么好的姑娘 你上哪岛去啊 可是 今天倒好 你呢 第一次见面 就把别人给说走了 你说说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儿子 这我也不知道呀 你赶快把她追回来 妈给她道个歉 道歉 妈 我问你 现在道歉 还有用吗 我对你啊 真的是太失望了 妈 以后这个家 我是不会再回来了 你自己啊 好自为之吧 以后 你就自己 照顾自己吧 儿子 儿子 这妈知道错了 以后 妈不管你的事啊 行了吗 你别走 你等等我呀 儿子 你要走了 我一个人该咋办呀 我一个人该咋办呀 我一个人该咋办呀